也就是说 我并不认为 我们可以被一个logo去定义和限制 我们经常是被一个概念去启发和带领 我觉得这才是说 一些词汇或者一些概念 带给我们的意义 回到我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 因为要聚焦我们这场专题的题目 那么我个人呢 也是教育创新领域的 应该说是一个成员 我非常主张当下的教育应该做出改变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点每一滴的 去朝向我们理想的努力 在我看来就是创新 并不是制造一个不存在的教育 而是去兑现我们的理想 和兑现我们所确定的那些价值 那么在兑现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改变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是今天我要聚焦的这个题目是 为儿童而改变 可能要帮我翻页 这个阳光比是上一个电脑的吧 对吧 没有换过来 好 那我一直是自己弄 还是你们帮我翻页 好 对 这是上一个 行 好 OK 试一下 OK了 好 行 他有点慢 不着急 好 那么我呢 先拿出来的一张 是2018年的一个资料 也就是2018年 左边呢 是美国的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也就是热点 教育创新的前20名 那么在右边呢 我为了对应一下同一个时间 正好就是2018年 我们在日日新学堂 2018年中国教育创新交流会 的第二季年会 我本人呢 也在会议的现场 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因为我们国内是缺乏这种专业的机构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热点排名 和热点监测的 所以我就把当年 教育创新年会上面 年会所有的嘉宾分享专题 做了一个梳理 在右边 那么在白色这个区域呢 上面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这一次 年会当中所涉及到 然后和美国的教育创新热点 重合的这个部分 下面这个部分呢 一部分来自于我们 教育创新年会的嘉宾分享 一部分呢 来自于体制内当年的 教育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年会的分享 所以我把它合起来 做一个现象级的一个比较 而不是说学理上的一个分析 我们有一个发现 第一个 在所谓的这个大众关注的 这样一个教育创新热点当中 两个国家是有重合的 当然我们很多人也意识到 我们很多概念 技术和方法 其实直接是从外 就是国外来引进进来 但是另一个方面来说 特别是在下面这个选课总班制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际理解教育 也是近年来 中国内地教育创新当中 所关注过的一些话题 它是基于中国内地的教育发展需要 和自己的情境 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去分析这个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 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而我今天想对大家分析的 是这样一个观点 好 我们看一下 为未来而学 这个也是我们2018年到2019年 很多教育创新领域的这些 所谓的畅销书当中 凝聚的一个话题 2017年开始 到2018年整年 有一部教育纪录片 在中国内地是有多场放映的 那么这个多场放映的题目呢 就是极有可能成功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带起了一个新的 或者是说中国内地的一个热潮 那就是未来学的盛行 为未来而教 为未来而学 那么在为未来而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了很多教育创新领域 想象一个未来世界 就是一个高智能 或者更多的互联互想的 这样一个世界 然后从而对教育基础要求 希望今天的教育 做出相应的改变 但是这里呢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逻辑就是 如果为未来而学 增加一个字 为未来赢而学 比如说极有可能成功 这部纪录片的主要逻辑 一开始我就在讲 这所学校要看到的是 未来很多职业没有探生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出改变 未来是一个无法预知的世界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育 要去面对它改变 那么这个背后的逻辑 仍然是一种成功学的逻辑 那就是未来你的孩子 将来能应对这样不确定的世界 为了赢得未来的成功 和未来找到工作 今天的教育要做出改变 那么我内心里面 一方面认可未来的孩子 要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但是我内心的疑问是 那和未来高考要取得一个好成绩 从而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有本质上的差别吗 如果有是什么 如果有它给孩子带来的是什么 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 也就是说在教育 在教育创新领域 奢谈未来的时候 我们究竟是为了未来的幸福 而牺牲今天的幸福 还是为了未来的成功 而愿意今天和为了高考一样吃苦 是一样逻辑的吃苦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教育当中常用的几个关键词 我们说到教育改革的时候 或者是教育创新的时候 有四大要素是一定会考虑的 第一个 我们进行改革 或者进行创新的目标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学习的目标是什么 第二个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用什么样的内容 和什么样的方式 去兑现这个目标 第四个 是我们怎么样去检测 目标达成了没有 达成了多少 这可以说是我们教育改革领域里面 或者是教育实践领域里面 不断去探讨的四个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一线的老师 或者是实践者 更多的考虑的是 从内容开始 哎呀我想了一个好有意思的内容 哎呀我想了一个很时髦的内容 我想了一个很有趣的内容 从内容来进 接着我来想 哎我用什么方式去教呢 当老师聚焦内容和方式的时候 当他觉得他是为了兑现未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许诺所有人一个未来 去许诺孩子一个幸福成功的未来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是从二和三来进 最后再来考虑一和四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发现 我们迷恋那些没见过的内容 我们喜欢那个没有经验过的方式 但是我们很少问自己 我确定这是我要的吗 我确定我要的正在达成和实现吗 所以我们往往会把它进行一个逆向 也就是在教育改革当中 或者教育创新当中 进行一个逆向的设计 那就是我们从一四来进 我们先确定自己 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教育 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我们究竟怎么看待孩子的今天和孩子的未来 然后再来考虑用什么样的内容和方法 去兑现这样的理想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评估不是说教完之后发生的 而是在我确定要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证明 这个目标正在被实现 它从一开始进入到贯穿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全程 所以我们其实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审视2018 或者是说更早 我们开始的教育创新 教育改革热潮 这种全民教育创业的这种热情 我们想回到这样一句话 童年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这句话很多人都在成年之后 好像童年就只剩下无忧无虑 好像只剩下在阳光下的奔跑 但实际上这从来不是一个事实 可能是很多已经没有童年的人的一个幻觉 那就是在哲学家的眼中 童年从来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这句话是康德说的 他说那其实是最艰难的岁月 你要吃这个不行 你说我很热不行 你得多穿一点 你说我要下楼去玩不行 今天天气不好 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愿望 都要一个更有力量的人陪伴你的时候 有他的喜好来决定 你是否能够兑现你的理想的愿望 这个时候人是不自由的 好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看待我们对童年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想到的是不是把大人所认为的美好和快乐交给孩子们 那么我呢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在百度上面 因为这是中国大众用的最多的一个搜索引擎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用 我用百度搜索了两个词 第一个词 学习 然后我在前面第一页的页码当中选了五张学习的图片 就是百度图片 第一张没有意外 是一个竞价排名 广告 因为百度是提供了谁出钱最多 谁排名第一的这样一个结构方式的 所以第一个是培邮机构所提供的学习照片 你看到的是这个小朋友学的很痛苦 然后你到我这来 我可以让你不痛苦 那么第二名的是 很有趣的是 它是一个机构的这样一个宣传帖 应该怎样去学习的一个指导父母的一个帖子 它不是商业性质 但是它提供的也是这样一个学习和作业 让人很痛苦的照片 后面三张呢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第一个是你在学校学习 老师在教你 下面一张你在家里学习 你的父母陪着你 这个是中国绝大多数父母的噩梦 第五个是在网络上面 自己通过视频来远程学习 那么我觉得这五张照片还挺能概括的 第一个就是谈到学习 我们会想到老师教 爸爸妈妈陪伴 自己在网络上学习 或者是做不完的作业 看不完的书 那么下面呢 我搜索的另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玩 如果我们搜索完 会搜索到什么呢 第一个打珠子 跳房子 滑雪敲堆雪人 你看都是卡通 没有实际的照片 这是我们想象的童年最快乐的时刻 这是一种想象的美好 然后我搜到两张照片 一个是玩网络游戏 但是我一看这小姑娘就不专业 我们很少用笔记本电脑打 我们都用实际的机械键盘去打游戏 这个比较有快乐的感觉 最后一个是玩沙子 当我们谈到玩的时候 和谈到学习的时候 没有一张照片是有交集的 没有一张照片是有交集的 所以我们认为是两件事情 我们认为学习应该这么概括 中国人的学习 夜惊于情 光于戏 雪海无牙 苦作舟 然后必先苦其兼致 劳其精骨 学习就是非常让你不得不做 但是它很有价值的是 你今天的痛苦是为了未来能够赢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在教育学当中 我作为一个教育专业研究者 我们是相信这样一句话的 那就是学习会在玩中很自然的发生 我们从来不认为 学和玩是两个词 是两件事 是做完了学习的事 再去玩 或者是这个孩子太爱玩了 我们要让他爱学习 因为这是冲突的两件事 那么当我面对家长和老师咨询 这个孩子特别贪玩 他不爱学习怎么办的时候 我想有一个底色的错误 那就是我们不认为 学习和玩需要你去把它进行 二选一 这是我们在教育学意义上 为玩所定义的学习功能 那么我们叫它玩的教育学价值 我们在这里面去看到那样一些词语 既有知识性的学习 也有情感类的学习 还有身体感觉和认知的这样一个学习 所以我们不认为学完了以后 为了放松而玩 我们问为 让孩子玩本身是低龄儿童主要的学习方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认为的全人教育 全人教育不是语术外 体英美 科学和道德与法治 每门功课都到八十分和九十分 全人教育是指的 你在情感运动 社会性发展 身体发展 以及认知方面 协调的进步 那就意味着除了每天坐在桌子面前做卷子 读书 背书和考试之外 这都是认知维度 你还需要与人交往 你还需要运动和支配感觉你的身体 你也很需要在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和别人去做出协调和共同完成一件工作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 我们要刷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 学习和玩不是对立的两件工作 不是玩完了以后 你的学习就荒废了 或者是学完了以后 你玩一下为了休息 而是我们相信 玩本身就是定义儿童进入世界 和协调发展一个最好的一个活动形式 那么我们想看到这样一个小节 第一个 我们究竟为什么而创新 我们为什么而改变教育 我们如果为求知而改变教育 我们就会使劲地去提高老师的教学水平 为什么 老师要抓重点 抓难点 老师要勤奋 不断地带着孩子做练习 讲清楚 那么有耐心不断地带孩子去认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如果我们为了未来而学习 为了创造一个更公平 更合理 更平等的社会而学习 我们要给孩子一些社会性的发展 社会性的服务 真实性的工作的体验 这些好不好 很好 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改良者 去把我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 而强加给今天的孩子 我们认为知识技能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认为 孩子付出时间和力气是必须的 那么我们是否意识到 在教育创新当中 一直有一个儿童中心的维度 那就是它不是唯一的 但是会平衡我们其他的抉择 那就是我们承认孩子需要学知识技能 我们认为他需要为了自己的未来 而在今天做一些准备 我们也认为我们要提供孩子适合他学习的内容 以及去兑现孩子对于未来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念 但是我们始终不要忘记 今天的孩子的快乐本身 就有他独特的价值 而不是为了这些知识技能 为了不确定的明天 而在今天很坦然的 把孩子的时间占满 把孩子陷于他并不喜欢 和并不适合的学习体验之中 所以做一个小节 就是为孩子而改变 并不是说 我们今天的孩子 在外面自由玩耍 就是孩子需要的 其实我们认为 自由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认为是 去为孩子做一个适合他的选择 去为孩子创造一个适合他的学习历程 是所有大人的责任 所以当我们为儿童而改变的时候 仍然着眼于社会的公平 仍然着眼于这个世界的改变 以及知识技能的掌握 但是我们知道 那不是全部 至少在圈面上能够呈现的那些知识技能 并不是孩子全面发展的全部 我们所要努力的就是 去创造这样的机会 和承担这样的责任 相信学习和玩 并非对立 相信孩子在这五个方面的平衡发展 才是我们对于全人教育的一个理解 谢谢大家